哇 超酷 超级亮 眼睛有一点弹的 超级累 我把这个烤箱和那个架子都搬回来了 明天就是我朋友生日了 还好这快递到得及时 然后刚才迅速把它安装好了 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是放微波炉的 这尺寸我也是确认了好多遍 生怕那个架子跟烤箱不搭 然后跟它那个微波炉也放不下 但是现在真的是完美这个尺寸 刚才面完室 然后现在头晕脑胀了 结果我就想看一下我朋友在干嘛 我发现他家的窗是关的 然后刚才就下楼去看 发现他不在家 我有他家钥匙 刚好一个绝好的机会 搞快搞快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我觉得很奇怪 电梯坏了 我们只能从六楼搬到一楼 哈哈 建国 建国怎么一个人在家 又想跑快 搞快搞快 我们现在进来了 然后要把这个烤箱放上去 不知道这人去哪了 好奇怪 他今天12点 国内已经是他生日了 建国你妈把你留下了 我这个尺寸太完美了 是吧 假装无事发生 祝你生日快乐 应该放那个鱼鱼版的 为什么 26岁的老女人了 有什么感想 快乐 我是个有烤箱的女人了 为什么还会有架子 而且尺寸如此完美 你没有发现 架子是在哪里来的 哈喽大家 昨天的那个面试 其实也不是面试 是一个测试 就是我照工作以来 应该说史上最难完成的一个测试吧 因为它是那种比较偏设计的岗位 是一个游戏公司的广告师的岗位 就是你要会做动画 做设计那一类的 就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一类型的岗位 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艺术院校出身的嘛 但是我就是越长大 越发现自己好像对这一类型的工作 就是设计类啊 或者什么做视频啊 平面设计啊 产品设计那种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就想说尝试一下 偷偷看吧 然后我没想到也挺幸运的 接到面试了 面试了之后呢 那个经理他们就给我发了一个 那种technical的测试的题 就是四个半小时之内 至少要做六个手机游戏的小广告 因为我那个设计的软件 其实我也不是很会用 就是现学的 然后直接就去做测试了 所以昨天做的那个测试 我自己也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也没有办法 我真的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就是尽量能在四个半小时之内 把这些广告都做完吧 我昨天早上是七点多起来的 起了个大早就开始准备这个测试 做做做做了一个下午 交完了之后我又觉得很不甘心 我觉得我没做好 所以又想全部重做一遍 就一直从晚上做到了今天凌晨 四点多五点多这个样子 就真的是通了个大宵 然后我本来想说 把我设计的这些视频发过去之后 就能好好地睡一觉 我刚躺下没多久 这栋楼里面的那个新搬来的一家人 他们又开始装修 就开始施工 然后又特别吵 又根本睡不着 所以我到现在应该有几十个小时 都没睡好了吧 今天我一定要给自己放松一下 今天晚上总算能睡个好觉 然后今天是我朋友 还有聪聪的生日 聪聪今天满一岁了 就昨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们还在说 今年感觉就是被偷走的一年 因为今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嘛 但是真的这一大半时间 我都是待在家里的 我跟外界的联系 就好像被切断了一样 所以我觉得 好像时间没有再走 但是就真的还是二十六岁了 好像也没有干什么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等会我就出去买菜 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吃一个饭 庆祝他的生日 下午买了菜 回来给他做一个蛋糕吃 昨天刚好我给匆匆买的 这个一米八的大猫树到了 我还没有拼它呢 就真的没有时间去弄 但今天刚好他生日 我就可以给他把这个搭起来 送给他一岁的生日礼物 这是我之前跟朋友在优移库 买的鱼肤帽 看我标签都还没有拆 就根本没有怎么出门 楼下装修真的好烦呀 叮铃铛铛铛的 我感觉我现在就放松警惕了 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病毒已经不在了 但现在上去超市啊 如果你不戴口罩的话 别人不会让你进去的 就是防范措施还是做得很好 我的天哪 我现在走出门了 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光了 也没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眼睛有一点疼现在 已经巴黎的天气 虽然出太阳 但是还是很冷 我每次出来这样散一下步 然后慢慢的走就觉得心情好好 然后你们看现在巴黎的餐馆都是这样子 因为餐馆虽然营业了 但是里面还是不让坐人 所以有些餐馆如果外面条件不好的话 就也摆不了 我走到市政府了 然后现在进去招税单 买买肉 还要一条排骨 装超好多人啊 在排队 又买了一大车的东西 但是还好 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重 比原来三个人的时候好一点 他竟然躲在床下面一天 你看 我今天早上给他换上了他的粉铃铛 因为今天他生日嘛 想让他漂亮一点 我们今天一岁了 匆匆 哎呀这样看你好丑 不行 给你整个好看的角度 这样看是不是乖一点 别人说猫猫的一岁就是人类的18岁 你是大姑娘了 匆匆 嗯 我觉得他还是带这个小木头的铃铛比较好看 但是好像带铃铛对猫猫的耳朵不是很好 我觉得今天给他带一下 但还好这个铃铛它是木头做的 它就不像那种铁的铃铛这么小 它里面就是那种小木头 好了 我要去做蛋糕了 我刚买了这一大袋的车离子 看这么大一栏才5块钱 它肯定还会再便宜的 就是到七八月的时候 就是每天狂吃车离子的季节 我先去做蛋糕了 我先去做蛋糕了 我刚才突然发现我没有材料 就是要做那个上面那层芝士蛋糕的这个奶油 我在那种做饭的视频上经常看到的叫什么马斯奇棚什么的奶酪 然后还有这个cheese cream 我原来看到它一直不知道它是拿来干什么的 原来这个就是吉利丁 就是反正也是做糕点要用的一个东西 就都买回来了 刚好今天把它们都做了 试一下看怎么做 看我奏作的出来 哇 好香 这个烤出来的芝士已经发光了 然后现在就把这上面这个冻芝士放上去 然后就放到冰箱里面冰冻就可以了 我的天这一片狼藉 现在又要收拾 我每次做甜点都像打仗一样 我们现在来搭猫树啦 我喜欢这个 是有点味道 而且它就是连好的 来嘛 安装 你看它每个帮忙都是比较好好的 闻一下 抬转一下 跑了 上面就这样的 这样的 现在已经逐步成型了 这个上面这个还挺舒服的 童童你登顶了 童童说这是什么鬼 我在哪儿我是谁 那么高 你喜不喜欢童童 你这样看好大一只哦 我就专门留着这个地方来装他们俩的 你快乐吗 他现在人多 他不能自己 快乐不了 十一 这什么姿势 你太困了 十一 再说一个 看涛克自己做的 看来看来看来 猪蹄 我去 还专门自己买的外卖盒子 质量还特别好的那种 肥肠也是他自己做的 你这个要说是外卖买的 我不会 一点不会怀疑 卤牛肉 全是卤味 给十一吃点 实际喜欢吃 看来这个人自己做的 还摆了盘的小白菜 天呐 全是吃 这边全是肉 没有小白菜的话 这顿饭就显得太肤浅了 全是肉 加上小白菜就显得我们还是有情调的 可以 现在几点 现在时间晚上9点34吃晚饭 滋味云南的这个牛肉汤锅真的超级好吃 而且他还送这个米线 泡了一碗 炖了一个小时 炖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哇塞 我选一个 我吃一下 来做了一个丑版的蛋糕 虽然它长得丑 但是应该还是能吃的 插蜡烛 祝你生日快乐 神山 猪喜 成人了 十八岁 我就这么打算下去 谢谢 谢谢做蛋糕的主人 我猜会是什么 包包 十一好奇怪 他只能让歪着头 他觉得奇怪 他肯定特别喜欢的东西 我应该不见过疯了 不见过要来偷袭 这什么 这个真的有点爽 谁还挡住了 卡住了 打建国的 进国连环机 这猫开始动了终于 你排就不动了 哈哈哈 他今天一个人在这待了两个小时 真的一动不动 你也生日了 因为他眨了个眼睛 哎呀 聪聪还挺喜欢这个猫爬架的 也就是刚刚我朋友他们走了之后 他就开始各种在这窜来窜去 你看他尾巴摇的 应该是很喜欢这个爬架 哈喽大家早上好 哇 现在已经不是早上了 已经快11点钟了 我昨天简直就是晕死过去的 睡得太爽了 然后你们看这有只猫 他真的自从这个猫树装起来 他会爬了之后 他就没怎么下来过 就可能去吃个东西啊 拉个爸爸 然后我早上一起来 也看到他在这儿 就没有动过 他可能 他是比较喜欢待在这个地方的 早上来把我昨天做的这个蛋糕吃掉 就冻得久一点他就已经成型了 嘿嘿 虽然这个分层还不是很明显 但还是很好吃的 嘿 哈喽 我面完事了 然后我现在来包我的这些包裹 都是我二手要卖出去的东西 这个是我的隐形眼镜盒 我居然会有人买 然后这个是一堆原来做代购的时候 那些经理送给我的小样 我也不想用了 这个是一瓶香水 我已经有一瓶这种小的了 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香水很好闻嘛 我又去多买了一瓶100毫升的 但是我觉得我这瓶都用不完 而且那瓶我是打特价的时候买的 所以也没有花很多钱 我就把它50块钱卖出去了 然后还有这一堆贴纸 我等一下要包起来的 还有这里这一堆也是 这里面有一个我之前上学的时候背的书包 现在不用了把它卖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潘多拉的手链 我不要了 也是当时贵姐送给我的一个全新的 30块钱卖出去了 还有一堆本子呀文具那些 全部都卖出去了 哎 我好开心呐 现在我就来包一下 然后就出去寄东西了 我现在在拿包裹 我好累死了 我那么大一个包裹 我身扛下来了 我的天哪 我把它拆开了 好大一个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 买的时候也就买了60多欧 我们来喝一下咖啡 好久 两个月没这样喝了 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来喝咖啡了 但是我这边没太阳 我要的冰的 我太蠢了 我刚才出门钱包也没带 然后口罩也没带 现在的超市不是 不带口罩不让进去吗 然后只能 我想说在药店买嘛 结果钱包也没带 然后我们刚喝咖啡 又要10块钱才能刷卡 就很尴尬 我就只能跑回来 我朋友在那等我 现在这个脑子简直是 对 我刚说一说 你说这个字我 我们现在大包小包的 准备去朋友家吃饭 那不带这两个猫了 打的车好好啊 直接就停在这儿 然后还写着曹操 看来是专门的车嘞 司机还给开门耶 好高级 这么宽的吗 什么车这么高级 天窗打开 师傅可以开天窗吗 我想站起来 不能开天窗吗 我去我们打到一个超酷的车 本来还说超酷 本来还说随便打打看 试一下这套车怎么样 结果巨酷 巨酷 从来没有这样看过 可以看天的车 这是电动的 而且好无从 好久没有做过这么宽敞 没有做过有这么大天 还可以坐六本来反之后 现在救护车中间应该躺一个人 躺一个人 救命啊 所以本来这个车它发很多优惠券嘛 然后我们应该是有10块钱 但是过期了 还有其他的优惠券 这车可以以后可以继续打 好久没让在车里看过外面 哇塞 这车也太爽了 师傅超好 就给我们开门 给我们关门 我们等会回来还要继续打这个车 太爽 因为我们还有好多优惠 这儿谁给的钱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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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这个盐 快点 爽不爽 多 吃饭啦 也行 这里面有牛肉和鸡功堡 这是我的虾 这个是什么 小历史口 我买了两个这种架子 它是可以勾在那个橱柜上的 然后又可以增加一些收纳的空间 我还买了一个卷尺 我家都没有这种硬的卷尺可以用 有时候要凉一些东西啊 我就只能用那种凉衣服的软皮尺 不是很方便 然后宜家这个真的超级便宜的 也是才一两块钱吧 然后就是一个这个 我打算把它用成一个桌上的小垃圾桶 就平时放一些废纸啊什么的 我买了三个这种储物架 这两个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它新出的这种 比较窄长的一个小推车 我家现在很乱 我明天早上在收拾 我现在把它拍一下给你们看 明天早上我收拾好了 然后再给你们拍了吧 我刚回来就超级撒娇 因为今天都在外面玩嘛 就没有怎么陪他 我先陪他玩一下 那我们晚安啦 我用两颗那个钉子 把后面这固定住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架在我的厕所上 下面放了洗衣液 然后香衣球那些东西 上面就是纸巾 我朋友今天去上班 然后让我把他的猫带去打疫苗 我们来打针咯 这个一看就是这个猫没有受过伤害的 这个 对它特别 这个就是没有受过伤害的 对有的猫都会胖 这是肤子健健的 哇十一的爸爸这么大一只 他瘦 我好好吃东西 但我还认识吗 哇他好大一只啊 你这样的猫脏牌 好像没有看 两个猫有了 等到四个月才进去 还在年龄一点 嗯嗯 他爸爸叫什么名字 叫熊 熊名鼠 大名叫Diabla 因为他小的时候就长得特别壮 哇他好大一只 这双双大多了 但是不好的吃东西 所以他就在发情 就得瘦了 熊名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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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蓝筋 哇蓝筋 哇 刚生出来的吗 刚生出来的吗 哇好乖啊 这本来是乖乖乖的老公 哇他眼睛好大 十一 所以我们在等医生来叫我们 现在还有前面的猫猫在打针 哦 再看这个表 就是猫多少岁 然后跟人类的年纪相比 看匆匆现在是一岁了 然后他相当于人类的是九岁 然后到两岁的时候他就二十四岁了 哦 狗狗的年纪会比猫猫大耶 我们还在等里面的猫打针 有点无聊了 因为拿点东西也太软了 他妈妈回国了 没有他妈妈去上班了 十一打完针了 完全没事 他的眼睛也变色了 这刚打完 十一的兄弟 十一现在回自己家喝水了 他是超级乖 没有怎么闹 但是今天不能把他和别的两只猫放在一起了 因为他脖子上有小伤口 怕匆匆他们给他弄感染了 只能自己待着喽十一 继续剪视频 然后再吃我的西瓜 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超级冰 我最喜欢把西瓜这样吃了 就破开 然后直接用勺子挖 你看这个西瓜皮超级薄 好好好 现在有点太冰了 牙有点不行 来吧 继续剪明天就可以发了 十一 又开始吃东西了 我在看电视 然后一回头看到他们俩刚吃完东西 就在这舔毛 像个妈妈一样 十一好像也挺喜欢被妈妈舔的 这一开始就要做一个好处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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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聪为什么现在不喜欢用这个姿势睡觉 你好像个人啊聪聪 聪聪 他为什么睡成了这样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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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